時代廣場最近正在舉辦蝙蝠俠75週年紀念展覽 除了在露天廣場展出令蝙蝠俠Fans為之瘋狂的新舊蝙蝠車之外 二樓的大堂更加有一幅直徑達到10米的3D藝術畫 而這幅作品正是由本土80後插畫師蔡耀東所繪製 他說這次由時代廣場主動邀請他合作 令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興奮 蔡少爺這次就找我做蝙蝠俠的主題 其實他們已經拿到華納那邊的授權 華納那邊就給我一碟 做一些參考的參考 我做創作的時候 小丑和企我那張其實是我自己想的 其實第三張Bang那張就是靠華納那邊的參考給我 蔡耀東說這幅畫的版權已經買了給華納兄弟 所以畫作在展覽之後怎樣處置 會不會在其他地方展覽 他都沒辦法知道 另外他又說3D藝術畫在外國很多年前已經出現 但最近不少客戶都點名要製作3D藝術畫 其實它是給一些人拍照用 即是玩的 其實跟傳統的當然有很大分別 因為它是避攝者是直接融入幅畫裡面一起去玩的 如果你跟平時普通的一張畫 可能你旁邊拍照就算了 但是這些所謂的錯視藝術畫 就直接是可以個人是玩一份的 譬如做一些不同的動作 不同的表情 一起跟幅畫做一個互動 蔡耀東坦白說 製造3D藝術畫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一般都會用電腦將圖案變形成為3D的樣子 但最難的反而是設計方面 被拍的人應該怎樣玩這幅畫 譬如應該是跪低還是躺低 在設計前就要想好 所以對展覽有興趣的朋友 不妨再細心研究一下